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说 这函数还有啥呢 刚才仅仅是一般函数的一个演示 对吧 现在呢咱们演示一下其他的情报 叫做JS函数的其他表现 形式 第一个叫做 这个其中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 动态函数 说我这动态函数啥意思 这个呀我也不说啥意思 我咔演示完你就知道 哇好动态就这意思 但是你不能理解的屏幕就跟着晃 动态函数其实使用的是 那JS函 不是 那是哪一个对象叫做 大家 大家刚才我给你讲的一个耳瑞对象了吧 对不对 那是好的吗 这也是另外一个叫做Faction 叫做函数对象 OK 就使用一个对象来完成动态 效的演示 大家来看一下 函数本身是个对象 对象呢 你可以通过NU操作 来完成 就是NU一个 叫做Faction 注意看 这里边有啊 一个NO 大家 这是核心库里边的对象 咔一个括号搞定了 说老师 完了呢就 没完 函数一拥完 大家都知道 通常是加点参数啊 是吧 这样才有加啥呢 我不告诉你 我一写 你就自己猜去吧 好吧 挨个字啊 挨个字啊 挨呀 是吧 凑号 还有什么这个 挨啊 萨姆等于 是吧 凑号 这个萨姆啊 就等于挨个字加挨呀 啊 瑞顿啊 这个 萨姆啊 偶啊 说人家写啥玩意儿了 不知道 挨一个爱的方法 就等于 等于完了以后 说这啥意思 我这是对象 那我对象不是提名的呀 为什么 我为了方式的对象 对不对 然后这个玩意儿后呢 说老师咋用啊 那个 那我这是一个函数对象 当时带个参数 带个预行结果 预行过程的吗 那来什么呀 爱的方法 那就是 函数名 对不对呀 哎 哪个对象 可不可以函数名吗 函数什么呀 四啊 八啊 我传参 为啥呀 因为我发表了两参数 那 我不定有能算算吗 也可以嘛 我还不说是吗 对不对 你爱怎么又做梦吗 反正把我速度再接通吗 这么一下 偶打 然后老师咋的 你还有反过结果这是 必须的吗 那就反了回 骂一个萨母等于 我们路克路克班 你不写萨母也行 随你便 比如写什么样啊 赵哥 和 阿勒特核 就等于我加上核 欧拉 来大家预算一下 好了 这里边我们要改成了谁呀 这是 哎 跑哪儿了 一个图 当当 不是吧 欧拉 看到吗 是不是 我算了一个四加八的核 四传给了 然后骂了萨母 四加八结果付给萨母 咖一返回回来 后就付给了 核 核他一了 欧拉 化简单当不行 老师这哪儿 动态呢 告诉我 我就不农了 这个上面这个 和我下面这个写的 它到底有啥区别 这多纠结 谁能告诉我 有啥区别 这 揭秘了 大家 这种定义方式 一定义完就辞了 走了 哎 就死了 就固定了 必须是这样的 是吧 而这个怎么样 这是 扭了一个函数对象 那 这里边内容吧 全都是字符串 如果你把它写成变量 是不是意味着 我想传啥传啥 啊 你给我什么参数 你给我什么方法 你用什么参数 对象 表达了 这叫动态 为什么 因为内容全都是未知的 哦 问呀 啊 这会搞定了 能就这意思吧 嗯 这种状态的 但是呢 我要说一点哈 就说这个什么呀 呃 只不过呢 是吧 只不过呢 这个 呃 用的呀 不是很多 这就是这样的 一般怎么样 一般定一公司法 有什么的 比较多呀 是吧 定一般 你拿着用干事了吗 对吧 你这话给吓门吧 一般吓门了嘛 就这意思 啊 这种说的动态函数 那这能力也有这个啊 明白吧 哎 注意咯 这种函数 一定一般 内存中是个对象 对吧 好的 这种 我一定 是个对象 对 而这个函数的 函数列表和 方法体 或者函数体 是我传进去的 听门吧 它在帮我 对我的作用 进行一个函数体的建立 函数对象的建立 而这个呢 是我用关键字 它里面就产生什么 一个函数对象 并且我用明确的 方法内容和方法体 听门吧 是这么的事 OK 这个叫做动态函数 那就是什么样啊 叫做什么样啊 叫做这个 这个函数列表啊 是吧 列 列表 或者什么样啊 函数体 都是什么 都是啊 通过 字符创 怎么样啊 动态 指定的 那是这么的 好了 好了 好